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这次评论一下 自然十月立法会復会后 究竟泛民在现在的抗争是否合格 有些事情他们是有尽力做的 但其实严格上来说都是不合格的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 我可能我迟下都会再提 你现在建制派就摆明要赢了所有委员会的政府主席 一个都不给你 当然郭榮鏗就在内务委员会玩 想着透过拉布尽量令内务委员会不能成功 但这件事是时间问题 终有一天会被人选择 你也是要被他选择的主席 难道你可以选择到明镜与点栏目吗 如果是我就会有兴趣看 但我看的款式也不像 纯粹没有什么抗争意志 更加重要的就是 很简单一件事 你就会看到这班人其实不是真的想着全面抗争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 既然知道这个立法会失去效用 那为什么你们不所有立法会议员加入所有的委员会呢 那为什么你们仍然当现在立法会正常运作 那样选择委员会来加入呢 你们现在已经只剩下22个立法会议员了 那你做不用尽 22个人数 尽量去瘫痪这个议会 或者尽量去进入所有议会去进行彻底的抗争 就是摆明你们这班人其实都不是有一个心想和这个建制派系 就是我不要说是揽炒 决战到底都不是 不过这些不详细说了 因为今天主要就是有这个林郑的施政报告出来 这个施政报告基本上以往都是讲一些是她的特首施政的一些大方向 但是其实从去年开始她已经是立了一些财政预算案或者财政司 原本应该在派堂的时候说的东西了 比如去年就是说这个交通津贴就是可以拿到300元 其实我也觉得他们挺乱的 因为呢 早前陈茂波就为了去拯救已经完全失去民心的政府 那就搞了一个财政就是这个波叔追加这个派堂措施 但是做些事情都是其实基本上是拿到的人又不会特别开心 但是拿不到的人又更加生气 我甚至说过他们在惩罚大陆山 搞来搞去就是免税 就是我说推税就由75%升到100% 但是我也有说过很多你那些收入爆灯的人 根本你就不会有好处 因为本身你已经进入了20000元 那只是很窄很窄的人 就是你推税推75% 但是你又未用尽那20000元 你才有其实很少人可以做到的 接着公屋中援又出多一个月薪 接着有可能学生有书报津贴等等 那基本上你都会发觉完全是无助于平息文分 因为你这些小恩小偉又做多一次 就是和现在面对的巨大危机来说 根本就是不成比例 好了 那今次林郑呢 你会看到在施政报告就算是落了 当然有些很小的东西 例如就是加回交通津贴由300元加到400元 基本上我平时都用不尽300元 何况现在有很多人就霸用八达通 反而是有一个争扎在 有些人就说如果霸用八达通 那我们就不理不尽政府的津贴 那其实也是亏的 那究竟是要用八达通还是不用八达通 那些人都有一些争论 那其他呢 其实都是一些很粟碎 其实跟去年一样 现在林郑呢 其实在香港的施政呢 就算是未发生这个反战中之前 其实她都是 不是反送中之前 都是做些很细求很厉害的事情 她自己说她自己的施政报告 有220项的措施 但是你看看有些什么呢 比如那些什么社会共享基金 注入5亿元 这个调高这个住户津贴 在职的家庭津贴 的住户津贴 由16.7%加到25% 增加这个服务券去到8000张 就是这些很濕碎 就是呢 其实呢就是 就是纯粹是告诉别人 我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 喂 现在香港人被你搞了这么嚴重 之后 大家都知道 你做多少事是没有意思的 那样东西有没有效 有没有一个 即时的效果 再简单来说 有没有好处才是重要的 那就是 其他那些什么 擴大科技人才入境计划 这些真是乱呦 人家美国已经说明了 就是很担心香港 成为这个的 中国盗用科技的窗口 那你还搞这个科技人才 或者博士专才入境计划 那你真的摆明就是 要叫多些大陆人来 那你就真的想香港揽炒 那当然 站在揽炒的角度来说 是欢迎的 那又搞些什么 中小企之类的 那些什么保障等等 这些都不详细说 其实基本上都是 很多事情 其实政府一直都会做 就算他不是因为 有这个市政报告 那些措施都会继续做 那所以呢 其实他特别说出来 你当然可以说 施政报告就代表他有做事 那但是另外一方面 现在我们不是要 特使有没有做事 而是要特使做些事 是有用 或者满足到 现在市民的不满 那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提出了 这个 运用土地收回条例 就是收回三类的私人土地 那就是用来建建公屋和首置盘的 包括有新界棕地 包括就是已经规划 但仍未发展的私人土地 还有就是这个茶港岭村 牛池湾村和足原联合村寮屋区的私人土地 那很快 那些左交就立刻大闹了 因为地产商留的地 就做土地共享 就是公私合营 小村民小地主的地 就收回 就是用土地收回条例 其实一直都说 起初出这个土地收回条例的时候 你应该都嗅到一股味 首先就是地产商是没有大规模反对 那其实可能他们都已经谈了定数 就是这个土地收回条例 就是不会拿他们的命 那接着新世界捐了几百万尺农地 其实也会看到可能是一种交换 就是我们拿了这把刀出来 那你不要砍在我那里 我就交一些东西出来就算了 那所以呢 你追回 其实土地收回条例 有些人就去找回 有些什么人当日是投贩对票 不断骂民建联 但他们没有留意到 其实朱凯迪也是投贩对票 就是因为这一件事了 就是他说 中地你不知道他收多少 你也不知道他收什么 但是你会看到很多地产商发展 那些公私合营的土地 就继续公私合营 那当然就不会收他们 那结果收什么呢 就是收一些很小的地 小地主 无权无势的人 或者是一些 就是我们说 本身已经住在那里的农民的地 所以朱凯迪一早已经知道 土地收回条例 一定是欺善怕恶的 因为恶的地产商 你真的逼得迫身 找把刀放在那里 他就拿钱出来 和全香港最好的律师 来跟你打官司 那其实就算我们 撇除了政府的用心 或者是否 就是我们说 执行社会公义等等 不理 你从效益角度 土地收回条例 当然是收一些 阻力小的地 不会收一些阻力大的地 所以就是告诉你 结果土地收回条例 就是不会收大地产商的地 因为他们 很多事情都会谈好 谈好那些 就是公私合营 再不就是直接送给你 现在我们说 送那几百万尺 农地其实没什么用 因为全部都未规划 起码都可能要十年八年 才可以真真正正用到 真的建造屋那些 其实很少很少 只有几十万尺地可以做到 而真真另外一班 会最容易收到的 就是那班农民 那班就是我们说 没权没势 没钱打官司 那班人的地 这个就是土地收回条例 那你现在这个本土研究社 又吵 你吵什么差异 你有份支持的 那当然 什么明日大遇 如果那些全部都会继续推 那我就真的要看看 那些香港人 究竟是否真的坚持到底 我经常都说 在土地政策问题里面 我就不太跟着主流 就是我觉得 只要地产商 是可以 就是我们说 尽快拿到地上升到楼 我是不介意公私合营 好过你用土地收回条例 抢他的地 然后就是打大交 接着又有 就是我们说 官司打一轮都搞不定 明日大遇 我最关心的 都是超资的问题 如果一天解决不了 的超资问题 我一天都是坚决反对的 但是 如果 就是当然 其实没什么可能 但是你问我 就是香港是不是不够地 那当然就是不够地 你不要常常以为 就是我们说 香港 就算你建了些地 都是给新移民住 所以就不应该有地 因为如果 就算不起地 那些新移民都会继续来 那他就不在那些人工岛 或者其他地方住 就是住了你层楼 趕你去睡街 其实情况就是这样 那当然 又是从揽炒的角度来说 没问题 好了 但我想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都不太关心 你们最关心的 当然就是 最贴身的 其实也不太贴身 但是你会比较听得明白 还有你会比较觉得 这件事会有一个很大促进性 就是放宽了首置按揭的限制 首先大家要留意一下 这件事 现在说的放宽 是放宽的首次置业 即是说 其实你有超过一层楼 就不是可以用这件事 基本上 如果你已经有一层楼 你要买一层楼 其实现在都很难 起码都要给三四成首期 如果你去到八百万 甚至一千万 你要给五成首期 甚至给六成首期 其实现在在香港的楼市场就是这样 除非你很有钱 否则就算你月入很多 例如有十万八万一个月 你也是买不起你心目中想买的楼 因为问题就是 首期是曬你 好了 我们撇除了要炒楼 或者可以买很多层楼的人 不管 我们就算说现在没有楼的人 其实现在也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当然觉得 今时今日买楼 其实我也觉得很蠢的 因为要等楼价下跌 如果你今时今日 因为这件事 你去买楼 你承担很高的风险 但你要明白 为什么政府会出这一招 出这招 如果没有人理会 你可以当它废的 现在的问题就是 政府出这招 对于中产来说 是相当之吸引的 好了 先讲一下政府的措施 它就是 把八百万以下的物业 如果你是首置 即是第一次买楼 即是你没有楼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买楼 因为你只要在五年内 没有拥有任何物业 的话 你就是首置人士 那你就可以做九成按揭 即是说 给80万首期 你就可以买到一层八百万的楼 其实也不止 因为之前六百万以下的楼 都只可以做八成首期按揭 现在六百万的楼 你就可以做九成按揭 基本上就是 突然间你做到九成按揭的门槛 就低了很多 记住 只是首置而已 如果你超过一层楼 或者你以前买的楼 几年内你仍然有挂名 都是不行的 好了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 一千万以下的物业 就是 无论是首置 还是换楼 都可以做八成按揭 基本上 其实我就说 如果你一千万以下的楼 就算是超过一层楼 你也可以 付200万首期就做得了 但你要注意 如果你不是换楼 你买多一层楼 你要付双倍印花税 你要付三成的 我忘了付多少成 但其实也有百多二百万印花税 那换楼也是很麻烦的 当然你换楼是可行的 但换楼就是 你要自己垫了一筆钱出来 买了一层新楼 然后你卖了一层舊楼之后 你再向政府申请退回印花税 其实也是很麻烦 基本上 我自己觉得这两个措施 最大得益 这当然也是以首置客为主 好了 那说一下 究竟那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 其实你要明白 香港现在是有很多人 我一听到有这个措施之后 我身边所有人都有吵 最吵的是什么呢 第一就是 现在楼市正在下跌 哪有人会买楼的 傻的吗 要么 要么就说 要整个月入七八万 才买到琴八八万的楼 八八万楼 那就是纳米楼 买八八万楼 买一层楼 买一层楼 就是我说 月入要七八万楼 那你才买到一层纳米楼 那为来做什么呢 还要供三十年 等等 我这里真的不能跟大众有一个 同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我身边实在有太多中产 其实也不太有钱 可能家庭月入有十万 或者十几万的家庭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措施 对他们来说 真的很有吸引力 我其实之前也有说过 现在香港 有超过一百万人 拥有一百万以上的流动资产 即是说 现在香港有一百万个百万富庸 是不是很夸张 另外 我说 为何会有超过一百万人 拥有一百万流动资产 就是因为他买不起楼 其实现在香港有很多的所谓中产 他们拥有百多二百万现金 在手 但是呢 他人工又可能有 即是我们说七万 八万十万这样 其实要做八万十万都不难 因为你两夫妻加起来 每人有四万人工 就有十万月薪 但问题就是 他们是不会买得起楼 因为刚才说过 除非你买纳米楼 纳米楼就是四百万至六百万的楼 你就可以做八成首期 但是一去到六百万以上 你就只能够做七成首期 甚至一千万以上 你只能够做 即是我们说是六成首期 喂 你怎么拿四五百万的首期出来呢 我之前好像都在这个节目中 说过一个故事 就是我有个朋友 他就在海关做督策 他也有整个 七百万人工 他老婆也在海关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做督策 但起码也有三四万人工 或者四万人工 加加上五就是十几万 但结果他也是买不起楼 因为他看好在广播中有层楼 就是要一千一百多万 那一千一百多万 你要做四成首期 那就要四百多万首期 那他是搞到要问家人借钱 逼家人按楼 抽一抽才有几百万 另外我身边当然有个 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以前我们的拍档 我不说他是谁 他最近都买了楼 买了一千三百多万层楼 那他也是 但是他和他的女朋友 加上都是有十几万人工 但结果他也要问家人借三百万 才能买得起 即是首期 到现在很多中产来说 就是置业一个最大的障碍 而他们很生气的地方是什么 到他存得起不首期 楼价又升 那他又要继续存 那就永远都存不到首期 买到他心目中的楼 那现在这个放宽按揭 最大的吸引力就是 原先你可能有百多万 二百万积蓄的 你两夫妻加上有六七万人工的 那起初你是不需要想买楼 或者你只能够买纳米楼 那现在呢 其实有两个选择 其实现在很多人 将新楼炒价炒得很贵 为什么呢 因为新楼就有发展商 帮你找财仔 帮你做一个呼吸班 呼吸班 即是你呼吸就可以买到楼 那你可能只需要一成首期 或者半成首期 但你之后就供到PK 而且层楼一定是很小的 因为它是新楼 那旧楼呢 通常你可以买比较大间 但你不够首期 你又买不到旧楼 那所以呢 一手楼和二手楼的市场 就越拉越远 因为你够的钱 就只能够买一手楼 那一手楼就越起越小 因为它越卖越贵 二手楼呢 你呢 其实是供得起 但你没有那一筆首期 你永远都不会 买得到二手楼 那二手楼的价钱呢 就是我们说 一直都被人押住 那现在政府的 就是我们说 所谓的措施 对它们最吸引的地方 就是突然间你发觉 以前买不起的楼 你买得起 因为八百万的楼 你只需要给八十万首期 那原本呢 你如果要供七百多万的楼 即如果你要做七百多万的按揭 你越供应该是二万八千元左右 那二万八千元左右呢 就是我说 你呢 其实呢 大概是要七万多八万的月入才行 因为你要经过一个压力测试 压力测试的意思呢 你呢 如果将来加息的话 你能不能够继续供得起 如果你那个人工 即是慢慢供得起 现在那层楼 那一加息 就加了那个供款 你便立刻 就是我说 供不起一层楼 你便可能破产 或者你可能要卖楼 那银行呢 就觉得你这些 是很高风险的客人 他就不会做的 那这个其实都不是银行 就是政府觉得你很高风险 那现在林郑呢 首先就是 八百万的楼 你做一成首期就可以了 那原本你要做二百多万首期的楼 你现在只需要用八十万就买得起了 第二个吸引的地方是什么 原先八百万的楼 你要算上价力测试 你大概要七万多元月入 你才能够供得起 但是现在因为呢 他就说 只要你给多些利息 那政府是会承保的 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是很复杂的 就是因为 你如果是做首置 即是做九成案件 有多出来那块的案件 其实是政府承包了 那政府就会要求你给保险费 万一有什么事 那就保险赔回 那如果不用了 我就不需要你通过压力测试 那些人说 不通过压力测试 就是我多少钱都可以买到一层楼 那又错了 不通过压力测试呢 意思就是你只要过到这个 即是我们说公楼的支出的一倍的收入 那就可以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二万七千元 那就是说呢 二万八千元 只需要你的收入是五万六千多 那你计算保险 你可能要多交一千来两千元 你就当六万元松一点 就已经可以呢 是供得起一层八百万的楼 那六万几不是很多 那你这些就是常常不供楼 或者不买楼的人 你不会想的 通常现在买楼 都要两夫妻夷的 六万几除二 就是两个人 每人三万元的薪金 就能供得起 虽然三万元呢 现在呢 我在说在香港也不多 我想三万元月生存在香港 大概只有七八百百万的人口 是有这个薪金而已 但是以前 你就算有这个薪金也供不起嘛 突然间 现在你就可以 就是我说供得起 你可以买到一层八百万的楼 你就要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还有 以前呢 你八百万的楼 你要做九成按揭的话 你就只能够买一手楼 那你就买一些很小的新楼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八百万的旧楼 其实都可以买到很大的 如果你真的不介意 那个居住的环境 惡劣一些 都不太差 比如你买一些 咸水楼 买一些 我们说四五十年楼 如果银行肯给你做三十年按揭 你可以买到六百多尺 甚至七百尺 也有机会买到 如果你有八百万的话 那当然 就那个质量会差一点 但是现在说的是 你想买一间大一点的屋 不是住纳米楼 那政府这个plan 首先就是 你原先没有首期 你现在都可以买到楼 第二样东西就是 因为没有压力测试 你原先是每个两夫妻 每人可能要有四万元 现在三万几千元就可以了 第三样东西就是 原先你没有这个 九成手指按揭的话 你只能买新楼 现在你就连 舊楼都买得到 你可以买大一点 那其实如果你换楼的话 你一千万 其实你换楼 也可以换到一间 比较好的单位之外 你亦都只需要 付两成按揭 其实就是二百万首期 那对于一些 即我已经存了一笔钱 想换楼的人来说 都有一个吸引力 好了 所以呢 虽然有很多人说 现在买到按握的 你呢 供楼供到死 供三十年就死 但是你不明白的 就是如果 你那个 家里的条件就是 你有十万八万 你没有子女 你家里负担 就是不用给 父母负担很重 你存了百多二百万的 cash 就是流动资产 但是你很想买楼 因为你如果有十万八万 一个月的工资 你怎么都租 一层两万元左右的单位 那你就觉得每个月 两万元的租一个单位 去帮业主交租 你是很蠢 那然后你就会很渴望 买一层楼一楼永远 我不需要再担心 连连业主加租 或者要整天搬 那这一件事 当然是对他们 就是我们说 这一帮中产 或者这一帮专业人士 来说 通常可能是 那单身的就是律师 会计师 医生 如果是我们说 两夫妻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说 一些高级行政人员 经理级 或者我们说 专业人士 那你两个加起来 有七万元八万元 那你可以买到一层楼 当然有很多人会立刻落答 那然后接下来 很多东西大家都会猜到 那你既然买了一层楼 那接着你就要公三十年 那你公三十年的话 你当然就立刻 不会亂作反 你没有一份工 你就立刻破产了 那有些人说 将来就负资产 负资产 其实是不害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负资产 只要银行不收你一层楼 负资产 也不会收你一层楼 你供得起就会继续供 所以负资产 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呢 你没有一份工 就一定可以说 是含家产 这个实质上 不是粗口 真的是含家产 所以你只要 被他引诱了 买了一层楼 那你就会 不减不上班 你会不减抗争 因为你怕被人拘捕 不要说怕被人拘捕 你被人踏起了 十几十个小时 然后老板说 你有麻烦 还要是足足三十年 你不可以做这些事情 然后呢 你是很担心 社会会动乱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一乱 房价就会下跌了 社会一安乐 那些大陆人 继续下来 那就会令到 樓市升 你的资产就升 甚至乎 你如果赚到这么长 你可以买一层楼 然后你又可以 拿回一堆cash 然后你可以做更多其他事情 结果就逼很多人 会变成建制派 其实不单止我们刚才说的案件问题 甚至乎呢 我们说 他现在说要推出那些 即原先呢 是一直拖着不被人 卖那四万多个公屋的租借 会设置旗屋单位 接着会再出这个六字居 再出这个白居二 再出这个首置 其实数量就很少 但是呢 你都会看到一样东西 就是他希望透过谷更加多人做业主 然后就令到他们变成建制派 你有楼就很容易变成建制派 那以前的人都有楼 为什么不变成建制派 很简单告诉你 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譬如在我那个年代 即是十几年 十年前到买楼 十年前买楼呢 你那时候呢 买那层楼 现在都 就是我说是很便宜 你现在都应该供完的了 但是供完你又换不了楼 因为现在有这个商辣招 你换楼是很麻烦的 所以你都会想个楼市仆街 因为个楼市仆街 你想买那层楼 就会跌很多 虽然你层楼也会跌 但是你买那层楼 应该那个跌的 absolute value 是会跌很多 譬如我现在有楼值五百万 我想买一层千二万的楼 如果跌五成的话 那层楼跌到六百万 我呢 那层楼就跌到二百五十万 喂 原先呢 我就欠七百万才买到这层楼 现在就变成 我欠三百五十万 就买到这层楼了 那是不是我说 跌就是做着好处呢 所以现在有很多业主 其实都很想个楼市仆街 因为他本身都觉得自己住那层楼 还未满意去换 喂 但是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你去买一层八百万的楼 你真的不用想你将来可以换到楼 因为首先你是慢慢才买到 因为你九成按揭 和以前不同 我以前也是三成按揭的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 以前呢 你享受经济成长的时代 你每年都可以加工的 你慢慢的 工楼的负担就越来越轻了 就是我刚刚买楼的时候 可能你的工是你收入的三分一至一半 但是你十年之间 可能你人工加了一倍 那你就的工楼的负担 就变成四分一了 那是不是越来越轻松呢 但是你可以预期 香港经济环境那么差 你想想十年后 你的人工可不可以加到一倍 不要说加不加到一倍 可能你加不到 那你就永远都是慢慢地供这一层楼 那接着你就会天天都提心吊胆 你的钱一定存不到 到你买了一层楼 你所有的收入都一定是用来供楼 那如果你有小孩和小孩 或者你要供养父母 更加不需要想 就算没有 其实那些钱都不够用 因为你还要买医疗保险 有很多东西你一定要立即买 为什么要买医疗保险呢 那你供不起一层楼 那你就立即玩完 就游戏完 所以你要立即买保险 那然后又有很多 你需要担心 那结果你就会变成 全个香港社会最没胆的人 你甚至会成为建制派 希望这个政府不要乱 这个社会不要乱 希望止暴制乱你一层楼 升值 你成为既得的利益者 这个就是政府最阴毒的地方 那当然了 你说我可以不买的 我觉得有些人很少 逼人上楼 我觉得没有逼的 难道拿着枪迫你买楼 但是有些人说 为什么你会这么蠢买楼 那为什么他会这么蠢买楼 是因为你觉得他蠢的原因 是你完全没有机会买楼 你会觉得他蠢 到你在他的情况下 你就会想 现在我住一层楼 如果我租两万多 如果我肯抵想些 变成用三万元 买回一层楼 那我每个月 其实是帮我自己 累积财富 因为你供完一层楼 那层楼就是属于你的 你租楼 你租二十年 那层楼都不是你 你是帮业主供楼 很多这些考虑 其实就不可以说 别人去买楼是蠢 当然我就不会买 但我不会买的原因 是我完全没有居住的负担 你换着我 如果是我的朋友的情况 原来我整个家人 或者我自己的薪金 就有八万元左右 接着呢 我又没有楼 我现在就付两万多元 是租一层楼 接着现在政府又跟我说 只需要你现在 把你的职触拿去做首期 然后你每个月八万多元的薪金 你就拿两万多元来供楼 那你就买到一层楼 很多人是会去反应的 当然我们很多人 其实都是这个社会里面 一两个百分比的人 但是anyway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你们一直以为 这个施政报告 就是我们讲找人笨 但是所有人做的事 一定是最理性的选择 你觉得他白痴 你觉得他蠢 因为你不是他的状态 你买不起楼 就是我现在不是在说仇富 就是我都觉得 现在买楼很蠢 但是我觉得 我是会理解 为什么那些人 会因为这个计划而买楼 因为原因就是 就是在他那个选择里面 买楼是最理性的 而你没有资格买楼 或者好像我那样 我已经买 不会买第二层楼 我也都享受不了 这个手指的时候 那我会不会说 这些人很蠢 好了 那当然了 还有一个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就是什么呢 就是现在这个特区政府 就是想用这个置业 是变成一个维稳的最大的手段 简单来说是什么 就是他已经放弃了年轻人 如果你问我 他有一些的单位 或者他有一个土地发展的计划 我会做些什么 我当然是用来 多建一些青年女社 去给一些年轻人住 喂 他现在帮的是什么人 他现在帮的是什么人 他现在帮的是 仍然是最有钱 最有经济条件的人 不是那些大学生 不是那些中学生 不是那些每一天 在这个 就是我们说工作 就是可能万几两万元的工作职位 里面挣扎求存 对未来完全没有希望 喂 你说八百万层楼 可以做九成按揭 喂 关我什么事呢 我人工都是只有两万元 那我加起来 我可能将来跟我女朋友结婚 可能两个人收入加起来 都是只有四万多元 我都是供不起一层八百万的房子 那我仍然是一个 就是失败 就是你叫这些人 他怎么平息他的怒火呢 更何况就是 喂 你要存八十万首期 你如果有十万八万一个月 那你就很容易存到 但如果你只有两三万元一个月 那你要存八十万 其实都是一件很难的事 你当一个月存一万元 那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你有两万多三万元 你一个月可以存一万元 那你也要存八十个月才可以到八十万 你现在可能只有十万元一天 那你要存七十个月 七十个月就是说你要存六年 大佬 六年都不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他这个策略也是 利器杯葛年青人 然后收买一些 就是我们说社会的精英 或者专业人士 你有十万八万都买不起楼 那你一定是某一种技能 或者某一种职业 你才会在这个情况下 好了最后了 那原先还想说其他东西 现在也不够时间了 那最后我也想说 这个楼市当然 我其实是不悲观的 因为一来大陆人会继续下去 它会成为楼市的光性需求 第二就是 其实梁振英在他在任的时候 他是用尽了所有之前的土地储备 所以现在香港接下来的三至五年 我们的楼市供应是有史以来最少的 起码在五年内的楼市 根本是不可能会跌 因为那个供应又少 那个需求又大 然后还要有些什么 就是我还有一样东西 就是有双辣椒 其实我一直都会说 你要托住楼市有两招用 第一个就是放宽楼案件 现在政府就做了 第二个就是减辣 就是给你换楼 或者给你多买一层楼的条件 是不需要那么麻烦 那些人就会买 那现在放了一半 就是放了楼案件 只要放首置而已 他还没放其他有超过一层楼 或者可能是我们说 他刚刚买了一层楼 他想买回 这些人都没算 那然后我说 还有 就是我说说 那么多的手段可以托市的话 楼市在这一刻很难跌 但我又反过来说 我现在说很难跌 其实都是说 可能是五年内的事 当日 97年我记得楼市 开始在金融风暴逆 所以政府就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他就是推出什么 首置事业贷款 给一些没钱买楼的人 给首期 他就是鼓励一些人 去买什么 那些夹心阶层的楼域计划 那现在这刻其实都很相似 就是政府开始鼓励大家买楼了 那通常政府鼓励大家买楼 都是一个很大的警号 因为当时我还记得董建华鼓励大家买楼之后几年 楼市又跌到全家产了 那我会觉得在五年内 楼市是很难跌的 喂 但是在五年后 你看看政府做很多事情 虽然有很多地都是要十年八年才可以 就是规划到成为新的土地供应 那但是第一批 就是可能是透过土地收回条例拿回来的地 或者政府透过加快 这个的和这个地产商公司合营 而给他们批的地 我想在五年后的供应就会有明显的增加 喂 现在这五年据住据住 消耗了购买力 接着去到五年后 一炮突然间增加很多供应 哇 那个危机其实是相当之大 所以为什么我都不建议买楼 原因就是这样 喂 五年内你有好处的 但是五年后怎么办 如果你这刻买楼 你加上要给息 你要楼市升三成 你才可以平手离场 那你要楼市升三成 这五年内能不能升三成 我就不知道 但是五年后跌回头 那个机会是很大 所以你买了一层楼 就是你最后都只能够这么想 就是你赚了住 你不需要想其他风险问题 你跌到仆街 那只要你的份工没有被人炒 那你就可以继续供楼供下去 那些工不停加 工楼就会越来越轻松 谁知道沙士一来就是 有很多人立刻就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 因为他们之前那些 就是我们说的储蓄 全部拿去工楼 那当你没有工资 那一刻 你就立刻要被政府召唤 然后你那层楼就拿去拍卖 然后负资产 然后你资不抵责 你就立刻变成了破产 好了 就算你没有被人炒 你的工资 可能会被人减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以前呢 是可以每年都减人工的 在沙士的时候 一年就减5% 一年就减10% 那你原先是慢慢才能供得起一层楼 那突然间减你10% 你就计不定那条数 接着你就会发觉你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说 有些人是要打两份工 三份工 顶住 因为每次减人工 他就要做多一份工 才可以顶住公楼的条数 那有些医生 甚至乎 沙士我想很多人都不记得了 我要重复给大家听 那时候有些医生 他连吃三文治的钱都没有 你想想多夸张 做一个医生 可以吃三文治的钱都没有 要吃杯面 以及喝水 那就是因为你计算到的数太准 现在政府就是给你这样 九成按揭 你就计算到的数太准 取消了压力测试 你就没有任何空间犯错 好了 到以后 这几年可能没事 但是如果五年后 或者三年后 四年后买房 五年后 一个浪打下来 然后楼市倒下来 或者楼市没倒下来 但是你没了份工 那你就真的可以等消炭了 这个就是我自己最担心的事情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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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